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283天 惊喜连连 惊喜连连 C.S.路易斯这样形容自己成为基督徒后的感受 以前他从未把神和喜乐联系在一起 如果有的话也是完全相反的想法 路易斯说 成为基督徒的必要条件 就是抛弃一切我认为的喜乐 这就是我曾以为的 虽然怀着这样的认识 路易斯还是承认 神就是神 在路易斯决定信主的那一刻 他把自己形容为 全英国最沮丧 最不情愿的归信者 但令路易斯大感惊讶的是 在跟随耶稣的旅程中 他经历了极大的喜乐 他发现 真相的核心都蕴藏在一个人的身上 路易斯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喜乐 许多人并不理解愉悦 满足和喜乐之间的区别 一次舒适的度假 涨工资或者得到一盒巧克力 都会给人带来愉悦的感受 人们会对这种感受上瘾 因此总要寻求下一个快感 但愉悦感来得快 去得也快 而满足就要持久得多 你可以因自己的生活 家庭 工作 或人际关系 而感到满足 但还有一种 被基督徒称为喜乐的 特殊的幸福感 喜乐不仅仅是一种情感体验 它更是一种生活状态 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喜乐之中 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喜乐之中 喜乐不是从世界中 而是从一个人身上获得的 诗篇119篇9到16节 从学习圣经中获得喜乐 我和佩伯的方向感都很差 我们经常开车迷路 甚至在使用导航仪的情况下 如果有人能帮忙指路 我们俩都会大大松一口气 圣经就是最好的人生向导 它能帮助我们行在正路上 不置迷失 能够找到正确方向 这会给人带来多大的喜乐啊 大多数人认为 读圣经是世界上最无趣的事 但诗人指出 神的智慧和他的承诺 才是喜乐 欢愉和财富的源头 诗人写道 我喜悦你的法度 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 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 唯有在圣经中 我们才能找到通往圣洁的道路 少年人用什么捷径他的行为呢 是要遵行你的话 诗人说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我要默想你的训词 看中你的道路 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 我一心寻求你 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 当你感到圣灵通过一篇或一段经文 向你说话时 你就可以像一世纪的教会领袖 俄勒根一样说 这是我的圣经 你会因能够听见神的声音 并且遵守他的法度 而感到万分喜乐 主啊 感谢你 你的话语带给我无穷喜乐 请帮助我将你的话深藏在心底 并藏在口中诉说 新约圣经 提撒罗尼加前书 二章十七节到三章十三节 享受领人归主的喜乐 带领提撒罗尼加教会 归信耶稣的人是保罗 亲眼见证人们信靠基督 会给你带来极大喜乐 我想 这就是为什么 弟兄姊妹那么热衷 在启发课程服侍的原因 基督徒最乐意做的事 就是把人领到基督面前 见证他因认识耶稣 而被圣灵充满 重获新生 提撒罗尼加教会 就是保罗的荣耀和喜乐 保罗对他们有极深的感情 一直想去探望这里的 众弟兄姊妹 保罗写道 我们的盼望和喜乐 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 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 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 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 我们的喜乐 期待得奖赏并没有什么不对 看到他人信靠耶稣 就是一个极大的奖赏 基督徒的荣耀观和世人的 是多么不同啊 世人因为得到金钱 成功和权力而感到荣耀 而基督徒的荣耀 都在耶稣基督里 当他人借着我们的话语和祷告 归信耶稣时 我们就得荣耀 保罗的喜乐并不来自所处环境 此时保罗正处在巨大的患难中 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 但他完全不在意个人安危 一心只挂念 帖萨罗尼加的众信徒 担心他们因试炼和逼迫 信心软弱 这种胸怀实在令人赞叹 但保罗能从其他人的喜乐中 得到喜乐 其实幸福就是让另一个人高兴 保罗写道 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 我们就活了 保罗是否喜乐 在于帖萨罗尼加教会 能否在主里站立得稳 保罗虽在狱中 却被喜乐充满 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 为这一切喜乐 可用何等的感谢 为你们报答神呢 这喜乐源自保罗和帖萨罗尼加教会的友谊 时空不能阻隔这份爱 保罗渴望回到帖萨罗尼加 看望他们 因实在不得脱身 就派提摩泰去帮助他们 这意味着保罗要独自生活一段时间 保罗还昼夜切切地为他们祈求 深入委身他人的生活 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事 这意味着毫无保留地向对方付出 保罗让我们看到 为他人付出是喜乐的源泉 能带来与神同在的喜乐 从保罗的祷告中我们可以看到 他心里充满因服侍众弟兄姊妹而生的喜乐 难怪这封书信始终洋溢着巨大的感恩和喜乐 当我们进入神的同在 重担就被卸下 就能站在神的角度 审视世界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主啊 当我见到他人认识基督时 我是如此喜乐 感谢你赐给我这份喜乐 愿我的爱日益增强 浸泡在力量和圣洁之中 感谢你 愿我能够信心满满地进入父神的同在 旧约圣经 耶利米书 二十一章第一节到二十三章第八节 享受认识耶稣的喜乐 若我们贴近耶稣 他的喜乐就会流向我们 使我们的喜乐满足 就如同戈登飞所说 全然的 自由自在的喜乐 应该是一个信靠耶稣基督之人的显著标志 喜乐的源泉 就是耶利米在本段经文中 所提到的那公义的描迹 耶和华通过耶利米小玉世人 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 神呼召世人要施行公平 耶和华说 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 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 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 不可以强暴待他们 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 世间的王都应该向约西亚学习 他为困苦和穷乏人申冤 那时就得了福乐 认识我不在乎此吗 这是耶和华说的 本段经文告诉我们 神在意什么事 神关心公义 他关心穷苦人 流浪汉 孤儿和寡妇 他怜悯遭受欺压的可怜人 神真的看中我们 如何对待社会的底层人 神要责罚他的百姓 因为他们非但没有伸张正义 反而助长邪恶 神要将他们驱逐 但在这些有关惩罚和被掳的预言中 也有希望的曙光闪现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要给大魏兴起一个公义的苗意 他必掌王权 行事有智慧 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 在他的日子 犹大必得救 以色列也安然居住 他的名必称为 耶和华我们的义 若我们透过新约来阅读这段经文 就能看到 耶稣完全成就了 有关公义的苗意的预言 耶稣是大魏的后裔 犹太人的王 世人的救主 是我们公义的主 唯独在耶稣里 我们才能找到完全的喜乐 他是公义的苗意 我们是从他身上发出的枝芽 耶稣结书十七章 将公义的苗意和葡萄树联系起来 耶稣说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我的喜乐 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 可以满足 主啊 感谢你 因为我与耶稣的亲密关系 你就赐予我充足的喜乐 请帮助我 每一天都离这位公义的苗意更近 好让耶稣的喜乐流向我 让我的喜乐满足 佩博的补充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十一节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我真希望只要问题一出现 我脑子里就能闪现出 与之对应的经文 我真后悔没有在记忆力 最好的时候多背一些圣经 现在我能记住经文的唯一途径 就是通过唱圣歌 如果能经常唱的话 在这方面 儿童赞美诗的效果最好 今日金句 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 并爱众人的心 都能增长 充足 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 提撒罗尼加前书 三章十二节